Yo大家好,我是上星期沒出片的L佬 最近真是生活逼人,連少少時間都抽不到出來 但今場明明應該是悶局的馬蜜大獎賽 在沒期望的情況下竟然充滿意外 加上又是對著我們這些亞洲車迷極不友好的清神比賽 所以頂著兩晚無分交都要直接出片 今天我們又一起回顧這場馬蜜大獎賽 上一場中國大獎賽是上海人周冠宇的真正主場 而今場馬蜜大獎賽就是真的住在馬蜜的美國人 Logan Sargent 的真正主場 不過他的目光沒有太大的關注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剛剛公佈 HP會成為孤名贊助商的法拉里 因為他們有同時為馬蜜推出特別的藍色拉花 因為頭翼變成白色 再加上兩個車手又戴藍色頭盔 我不斷又回到十幾年之前 艾朗所謂到法拉里出戰的感覺 有幾多人跟我一樣的留言相應一下吧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真的老了 經常都會想起舊時的美好 但又要接受新事物 又怕自己接受不到 例如在香港有開車的你 免得著高昂的油價 又深思思想轉做電動車 但又怕自己過渡期的時候 很難適應電車的電門反應 由上車搓到下車 我親自試過 Soprano的電動車SUV Sotera 可以為你帶來一個無痛的油轉電駕駛體驗 我上個星期趁還有一個星期在香港 就問Soprano借了這部Sotera駕駛了幾天 不誇張 Sotera的電門調校 即是好像汽油車一樣流暢 肯定就不會像很多電動車那樣 要你用一個Predor去控制加速和減速 如果你塞著耳朵的話 你都真的未必可以即時發現自己開的一部電車 除了給你安心油轉電外 還有三個安心 Soprano Sotera採用日本製的Panasonic電池 令你充電更安心之餘 充滿一次電還可以跑465公里 主動安全科技安全煞車 再加上360度無死角拍車 拍車不會再有壓力 而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電子到後鏡 可視角度變得更闊 但如果不習慣又多了螢幕的話 輕輕一推就立即變回正常的鏡片 再加上Soprano的核心技術 全時四驅系統 絕對可以應付路上的大小事 而Sotera的特大尾箱和舒服的後座 無理一家大小出行 或是載著四大掌路都不會再有投訴 完全是為了你的人生安全著想 還不快去預約試車 了解一下新一代的Soprano Sotera 今年又是一場衝刺賽的週末 亦都是馬密打頂賽第一次搞衝刺賽 快快講一下Spin竹歐衝刺爬位賽賽果 在SQ1被淘汰的車手 不意外的分別是回到後面的加斯里 周冠宇、寶達斯、沙展和艾邦 其實艾邦可以做出一個可以打入SQ2的單圈 但因為洗禮了賽道被取消罪界單圈 不過就令到這個真主場車手沙展 可以在整個他的生涯裡第一次在隊友面前起步 那麼SQ2 評致雙車意外被淘汰 罗素第11 上一場在上海站中衝刺賽拿到頭牌咸頓 在擦場後只是拿到第12 其餘三位止步的車手分別是奧剛、麥露神和葛田與衛 做到SQ3 我們在最後一輪才見到車手用紅色軟胎 原因是因為買物這個高溫的賽道 車隊發現輪胎很容易出現過熱問題 當輪胎過熱的時候 賽車就會好像在冰上流冰一樣失去找地力 一個就算韋斯下款 毫不意外地再做出一個最快的時間 但他的圈速都比起SQ2羅里斯用的黃色中性胎 做出來的SQ2時間更加慢 旅客來陸後0.108秒排在第二 而佩雷斯第三 而用了新底盤的列卡道非常意外地搭SQ3之餘 更加拿到第四 之後他可否保住名次原賽呢? 一日之後我們來到衝刺賽 也是這個星期最大爭議的比賽 20輛車在這裡會跑正賽的三分一賽程 即是19圈 韋雜本在起步之後繼續力壓陸克萊保持著領先 而列卡道就趁著起步之亂 超越了佩雷斯上升的第三 不過後面就發生了四車互推的意外 第八名起步的艾朗素 在作為1號彎的時候 撞上了左邊第七名起步的隊友史道爾 想不到剛好艾朗素好朋友夏美頓 看到右邊內彎有個空位 就立即攜入內線 艾朗素右邊位置被封 只能夠繼續推向左邊的隊友 而本應在後面的羅里斯 本來就想來個Around the outside 但是就被一輪你推我 我再推他 再推他之後 直接推出去場外打圈 在第一個圈就引發安全車 斯道爾和羅里斯都需要退賽 艾朗素在換胎之後就跌到最後 比賽在第四個圈繼續 韋雜本很快就拉去了超過一秒的優勢 然後就不受任何威脅下 沒有太大壓力地拿到冠軍 而路可來就進入了 追不到前車後車又追不上的位置 在沒什麼鏡頭底下拿第二名 而戰場就落了第三、第四名 還有最後一分的第八名爭奪戰 即使列卡道的戰車再好 但是西牛還是西牛 大牛的佩雷斯在重新起步之後 很快就反超列卡道拿回桂冠位置 不過佩雷斯都是留有心計的 在頭幾圈故意沒有盡考 被第四名的列卡道留有DRS 用來防守後面來勢洶洶的紅車紳士 列卡道有一個把握機會 即使去到第八個圈之後 失去了佩雷斯給他的DRS 免得著紳士的連番進攻 他仍然守得固約金湯 加上有名男爬頭的馬雅麥加茨 真的被他把第四名守到圓場 而卡路山和Piatry 在後段已經沒有再為到區區那一分 快起激烈進攻 免得因為意外影響了之後更加重要的排位賽 所以分別以第五名原賽和第六名原賽 而比賽後段的焦點就落了在第八名最後一分之陣 也都是我說的最有爭議性的位置 第十二名起步的閒尾頓 追到第九名得分區邊緣之後 就一直卡在兩部Hast的後面 頭金湯在前面 而麥露神在後面防守 嗯…一個似曾相識的畫面 排在第八名的麥露神一路死守位置 但或者是因為失誤或者是有心 麥露神就在第十四號彎 直接洗離開賽道 撤了整個Sir King 這個情況離開賽道獲得優勢的話 其實他只要稍稍放慢交還回優勢 裁判或者可以既往不救 但麥露神放慢就意味著 將位置送給夏美頓得分無望之餘 再給夏美頓一個追上隊友的機會 所以他就決定再度施展 我們沒多久之前才看過的暗黑戰術 在路澤的馬密賽道裡盡情死頂 完全無知什麼是check limit 賽後於佛幾個秒是賽後的事 整場車他離開賽道多達四次 期間還跟夏美頓發生過碰撞 將Dock Fight發揮到淋漓盡致 夏美頓在第十四個圈第十二號彎 再一次在外線進攻 結果麥露神就將夏美頓逼出賽道 反而被用軟械的葛田餘毅 趁記最上拿到第八名 即使夏美頓解決了麥露神 再在最後一圈追過葛田 但今場真是天佑葛田 夏美頓被指在安全車期間 撇嵌超速 再被罰多20秒 葛田成功得到第八名的一分 也是Racing Bull 改名後 第一次雙斜得分 而這次最大贏家 其實是麥露神的隊友喉金寶 喉金寶得益於隊友的防守 成功補住第七名 而麥露神和夏美頓鬥到兩敗拒絞 麥露神因為多次違反track limit 累積加上要罰35秒 直到第16名 賽後麥露神對自己的舉動 都表示懲罰合理 自己是不喜歡這樣做的 不過為了團隊 他願意做這個角色 但同一個車手繼Jedder之後 再一次施展這個暗黑戰術 就引來不少車隊大哥的批評了 特別是麥拿倫的領隊Andrea Stella 形容這種行為是自己不能得分 就可以破壞其他人的比賽 是欠缺體育精神 完全不能接受 更表示會向FIA要求 對這類型的車手重罰 不過無獨有偶 正賽的時候 正正就是麥露神的一個舉動 間接把麥拿倫的車手送上頒獎台的頂點 排位賽 排位賽 不用我再做回顧了吧 因為用一分鐘就講完了 不明白嗎 即是你沒有follow我們的Instagram、Facebook 由今場開始 阿菲、玲玲和我會輪流為到拉收站台 為大家用一分鐘的時間 在賽後第一時間分別回顧 衝刺賽、排位賽和正賽 我們還有Queenie為華語區的觀眾製作短影片 希望日後可以變成常態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像今集的影片一樣 將蝙蝠留在最重要的正賽上面 排位賽的重點不多 偉側本再一次拿到PRO 但是再次引起這道輪胎過熱的問題嚴重 更加逼到平治 最後是用黃胎做圈 Red Bull雖然快 但是發拉力和麥拿倫的速度上 也沒有拋離太多 我們帶著這個背景 來到星期日的正賽 身在亞洲市區的車圍 繼續懷疑人生 而身在場上的車手 也會承受著現場風和日麗的高溫 因為賽場上的溫度已經達到45度 起步的一刻 我們立刻看到很驚險的一幕 所有車起步都十分順利 偉側本首先跑出 而第三名起步的新鮮表現 就比第二名起步的隊友快 在進入1號彎之前 跑出一個車頭 但是在第四名起步的佩雷斯 看到內蕩有空隙 就一下跑到最右邊的內線 不過因為入彎的角度不足 佩雷斯需要更大幅度的殺車收慢的車 令到他入彎之前落級 和偉側本的車尾距離是以CM來計算的 而新鮮有個眼鳴手快 沒有發生任何碰撞 就只有佩雷斯一個人understeer 但經過佩雷斯阻礙一阻 反而被第六名起步的PH有機可乘 在緊接的2號彎追過了新鮮爬上去第三 然後在第四個圈大直路後的17號彎 超過綠克萊 位置上升到第二 在這個時候開始 就是法拉里和密林的追逐戰 兩部紅車一路猛追著PH 但就沒有發起有效攻勢 而今天的主角之一 跌了一名在第六名的羅里斯 都希望盡快加入戰團 但首先要追過前面Red Bull的佩雷斯 賽事來到第17個圈 綠克羅繼續緊咬Piastri 而Lois又同樣追Paris 追逐17個圈 直到防守方的佩雷斯率先入hit 離開火線 而進攻的一邊 綠克羅也在第20個圈入站 似乎這兩個車手可能想進行異庭 不過賽場上第一個突發點 竟然是由頭車位置本先行打開 一直領頭的衛生本 在第22個圈進入非常刁鑽 12號彎之後的上落車路段 竟然跑出賽道 將在15號彎彎深的交通署撞斷 就是這樣VSC燈號亮起 不過這次VSC實在太短了 前排車手都沒有受惠度 交通署被撞斷其實對車手門都有影響 因為這段是一段上落車的路段 交通署就是被車手判斷彎深的位置 會撞斷頭翼雖然沒有受損 但他仍然在兩圈後入站滿輪 這個時候一直留在牆上的Piacci 紳斯、羅里斯就成為了頭牌車 看來機會是留給願意等待的人 Piacci和Carl Saez的黃輪一早就衰弱了 去到第27個圈 兩個車同時入站 保持著一前一後出站 而羅里斯就繼續長跑 不用兩個圈機會來了 美國車隊的麥露神和美國車手沙展 在爭奪第18名的時候 兩個人就在3號灣發生碰撞 沙展被撞到退賽 而明明落後 但就死踢著3號灣灣心的麥露神 就因此而被罰10秒 不過我相信大部分車迷都不會理 這兩個車手的後續 只是知道安全車要出動了 而事實上安全車也為了羅里斯 帶來了一個勝利的機會 這部分我們詳細說 安全車燈號亮起的時候 領頭羅里斯錯過了維修站入口 而安全車也錯過了羅里斯 出動的時候截錯日 在身在第二名的維修本前面 但因為安全車的其中一個工作 就要令到車龍可以快速地在後面承認 所以速度一定會更加慢 而羅里斯就在安全車的幫助下 和維修本拉開了30秒距離入坨 出坨的時候仍然在安全車前面 這個P-Stop等同免費 安全車出動的確需要時間 但不可能再等多一個圈才出動 當然有可能是安全車 習慣在維修本前面 所以羅里斯其實是沒有做錯的 只能夠說是賽車女神眷顧 但如果是如果 羅里斯能夠說得起 在安全車出動之前入坨的話 以她當時和維修本的十幾秒距離 她出坨之後應該會跌到第五名 而安全車如果及時能夠攔截羅里斯的話 位置會更加之後 不過世事就沒有如果 正如賽後維修本被記者問到 如果沒有安全車的話 你會不會是第一 維修本當時的回應是 如果我媽媽有蛋蛋的話 就會變成我爸爸了 但安全車的優勢只是一時而已 而去到31個圈 安全車退場之後 要保住頭位 就要看看羅里斯的功力 和後車維修本的功勢了 而的確確 在同樣用白胎的情況下 麥拿倫是比Red Bull更加快的 明白你會說 喂 羅里斯的胎比起維修本新 有沒有前車的亂流 快是合理的 但如果我跟你說 維修本的圈速 比起她後面 白胎用多了四個圈的 維修本來不相百中 其實 甚至是更加慢的應該說 你應該就要相信 Red Bull在這場比賽 是沒有太大的優勢的 維修本在星期五開始 就不斷投訴賽車沒有抓地力 在正賽比賽後段 用了白胎之後 在連環的Sector 1 維修本 是比羅里斯和諾克萊 都要慢成0.3到0.8秒 也是為什麼 她會被羅里斯一步一步拉開 但和諾克萊的距離 就一直保持在2秒左右的原因 抓地力不足的問題 甚至可以解釋 為什麼她會在領頭的時候 撞到交通署上面 最終羅里斯不負所望 保住她的頭位位置 完成24個圈 拿到她的新來 經歷了110場比賽的首勝 其實 比賽的尾段 看來好像很平靜 但如果你是法拉里迷 如果你是Red Bull車迷 算一算她這兩個人 要用白胎 跑34個圈和38個圈才可以完賽 肯定就會提心吊膽 擔心白胎可不可以撐這麼久 但一直到第50個圈 看到用白胎最長的監視你都沒事了 最後她還可以用白胎跑足45個圈 可能那一刻你就會鬆一口氣了 而後面還有賀米和佩雷斯的交鋒 奧剛雖然防守艾朗素不成功 但就為了L偏破彈獲得一分 還有 今天坐在過山車 高開低收 本來可以得分的PSG 起步神發揮 又曾經領頭的Oscar PSG 在安全車之後位置在第四名 期間為了防守 逼了紳士出賽道 但賽方就認為不構成犯規 以為可以保持住位置 可惜就因為撞那頭翼 去安全車退場沒多久 就入站維修 出站跌到對尾 雖然仍然嘗試反攻 但到了和列卡道的澳洲人內戰的時候 車隊就叫他不要做任何危險的動作 因為羅里斯領頭 一個以外又出現安全車的話 為了沒有分的位置 損失了頭位 那就真是賠了夫人又接兵了 看著隊友想攀帳台 而他自己就只能以第13名完賽 又是一些小瑕疵 導致他失去積分 而紳士在賽後 也因為碰撞被罰5秒 之後名次又跌到第5 比賽後 羅里斯贏車 位置上升了第4名 和好朋友紳士同分 而葛田就在Sprint 和正賽都有積分進障之下 成功打破了5大隊壟斷 將史道爾踢出10大 而車隊積分方面 不要太大的變動 不過LPN 就成為了第8支破彈的車隊 到底威廉士和Kick Sauber 有沒有辦法擺脫0分呢?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我覺得 這場馬米正賽 算是非常有看頭的一場比賽 如果你有捱的一起看這場比賽的話 來 在留言區留一個美國國旗相應吧 最後 要感謝對L6不離不棄 用實際行動支持L6的Patreons 來啦 由Jimmy Chin 肥龍 Andy Yip Bean 5 Escar Yig Prince Rocker Evan Marshall Antimo6081 Main Kitchen SG Jason Lee Jason 5 Rio Lau FQ717 Alvin C 許蓋公 TM小薩 Sam Zhang Lauka Hing 冠於Bowling珠色會社 Easlife生活稅務顧問 KW充電入油地圖 英國創成地產 智成地產 以及一眾L老Family的朋友支持 我是L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好啦 要剪片啦 розiscope 更為範 Menda FH 現igma G